Hello,大家好,我是德国希莉娅 那么今天呢,我有看到德国的新闻说 现在戴口罩真的是有助于防患病毒终于等到的位置 在此之前呢,我每次出门戴口罩是要承受非常巨大的压力的 欧洲人呢,他们最开始认为呢,只要请洗手注意消毒可以保证隔离病菌 但是呢,看的这个数字呀,是蹭蹭蹭的上涨,现在已经涨到6000多了 然后他们终于按捺不住了 我前几次出门呢,有的时候因为我是在野外户外 就基本上旁边没有任何人,我就有些舍不得戴口罩 然后之前就在网上就被朋友和网友吐槽说 我怎么可以这么注意安全 但是真的是没有办法 当时我的口罩只剩下十几个 然后我必须得节省的用 然后终于,终于,我的另一个行朋友他从国内给我寄来了 寄来了口罩 这是我第一次见就是这种口罩的,就是用高级口罩的样子 然后突然就觉得我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如果我下一次不得不去人流密集的场所,我就可以戴自己的口罩了 之前戴口罩呢 就是我听说过很多就是我们国人戴口罩在这个欧洲跑 各种有趣的经历 比如说我,我前几次去医院 然后他们看到我就特别的慌张 然后还有朋友就是,看见他以后故意找他咳嗽两声 还有一个朋友他坐公交车 有一个德国人看到,反而坐在了他旁边说 认为他这样有意识,非常有安全感 所以说人和人是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就哪都有傻瓜 然后哪都有脑子比较清楚的 那么这也算是一种优神连财吧 如果说这段期间有些人仍然不注意 然后仍然去一些人口密集的地方 真的是特别的容易感染 听说这个戴口罩有很多的方法 就是如何带我准备接下来学习一下 我是西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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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